假如马桶博士逃亡成功 他会去哪里呢 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同仁作者稍微修改了一下正版剧集的时间线 为他的假如马桶博士逃生同仁作品制作了续集 这一次他复刻了大复刻的正版71级的内容 我稍微调整了一下时间线 大家可以一起来看一下同仁作者的复刻作品与正版的对比 同仁作者还将为我们解释马桶博士逃走后的事情 之前同仁作者已经制作过假如泰坦不防御导弹攻击的作品 所以这一次从第71级的第二段主视角监控人场景开始 主视角监控人看的动画片你们知道是什么动画片吗 经过整集的对比 同仁作者的运镜只有这一小段有点差别 这是在完全没有更改播放速率的情况下打场的 很多粉丝都和我有一样的感觉 这位同仁作者的作品是做的最像大复刻的正版的作品 以前他还猜测过大复刻的剧情 不过现在就很少做了 因为大复刻在第71级留下了一个开放式的大底图 让同仁作者很难猜测到接下来剧情会怎么样展开 所以越来越多的同仁作者开启了自己的系列 比如大家现在已经很熟悉的《丧尸宇宙》 还有很多其他改版《马桶人》作品出现 一直到这里 同仁作品还是跟正版的剧情秘务一样 在时间线上 泰坦三巨头正在和导弹马桶指挥官战斗 我去确认了一下 马桶博士这个时候刚刚好遭遇五国电视人 想要考据的观众可以看一下 假如泰坦提前抓住马桶博士会发生什么 马桶人BS监控人第72集剧情线索推测 这期影片可以看到马桶博士没有穿备用皮套 就直接逃了出来 不然他的速度不会这么快 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都是我们不知道的 两个老灯一起又密谋起来 马桶博士在昆曼的指示下 跳进了之前的大坑里面 然后里面传来的叮叮当当的声音 昆曼很自觉地向他的右边挪了一点位置 真是没有想到马桶博士 竟然还有备用的大型皮套 这真的是太难猜测 这么大的屏幕 对小小的主视角监控人 是不是太小题大做了 假如基地下面还有大型皮套 那么不得不让人顾忌 之前直升机马桶人带走的 到底是什么东西 之前我看到一个同人作品 制作了主视角监控人 进入到集中箱的剧情 里面的场景是治疗室 一个监控人正在治疗马桶博士 可是我想放出画面 却看到该视频被大福克版权声明了 难道是这位同人作者猜中了吗 更有趣的是 我发现这个大福克的ID好像不一样 不知道有没有观众了解这个情况 最后粉丝爆料 大福克又发了公告称 马桶人DS监控人第72集 将会在周五的早上四点更新 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大家听听算了 大家听说 我们下含了 我们下含了